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关于念的视频 被一部小伙伴牺牲做了一部电影 与工作琐事繁多 导致许诺的念力三部曲迟迟没有完成 最近傅杰老师在猛烈抛肝 所以作为后辈的我也该向前辈好好靠拢 这期视频因为傅杰念能力新规则的放出 我也是重新整理文案 并增加了一些全新的解读 期间我有个穿插上一些黑暗大陆片的剧情 好让你对一些情节也能无缝衔接 一语两制的做法虽然比较耗时 但是为了能够完美的呈现出念力三部曲的收官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本期视频我也会按照黑暗大陆片剧情依次的顺序 来分别介绍各个角色的念能力 以及全新的念能力的规则 那好了屁话不多说了 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自从附近创作黑暗大陆片以来 其实较好不交错的现象就时有出现 最明显的就是在天朝 你很难想象一部席卷了全球的作品 竟然会在天朝识别 人气远远不如在国外那般辉煌 而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部作品 已经从漫画变为了小说 黑暗大陆片里的文字之多 真的是会让很多新人望而却步 十分抓狂 但从侧面也能看得出 随着年龄不断挣扎的腹肩 他对于作品精细的打磨程度 也是更为严谨 而在腹肩付出的个人战胜 念能力的新概念 也随着各大媒体的宣扬之下 横空出世 这就是属性元 属性元一共分为四个程度 依次为疾、天赋、秀和忧 等疾越接近原心 念能力者的念能力修炼度就越高 这个念能力的摄影图一出现 便令很多人眼前一亮 纷纷仔细品读分析 并感叹腹肩创意的天马行空 但是随着另一张图的亮相 则令更多人有了颠覆性的认知 且巨大的情绪起伏 有人看后惊喜 有人看后骂街 而更多的则是产生了种种质疑 以及一小部分人 恰巧符合预期的优越感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和我们一开始接受的设定 似乎有些偏差 我们姑且先不去计较 最令人诧异的遗亡 其实令我更在意的是 拿库鲁与伊卡洛哥 这两人的念能力在新设定上 分别对应的是 具显化系和强化系 对于他们念能力的系别究竟为何 这里我们先不要急于下结论 我给大家放一张 在当时也是最新的设定图 可以看到 二人对应的能力 分别为放出系与操作系 如果按照以前的设定 无论是两个角色的性格 还是念能力的基础设定上 显然后者会比较相符 但为何最新的设定 会给出如此哲实的呈现 这里我先给大家留下这个疑问 篇章的最后 我会给出自己的看法 那虽然这张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也能看得出 附坚之所以优化了设定 必然是会紧扣之后的剧情展开 不然可能就会出现 所谓的战斗力崩坏一说 那抛开之前的这些争议 其实在黑暗大陆片中 附坚早对念 增加了一些补丁和概念 现在这个设定 已经不是最新的了 但它依旧会影响了 后续篇章的发展 强制型能力和半强制型能力 协同型能力 以及非协同型能力 念兽也有了寄生情和本年情 这些是对能力更为细节的划分 而有了这些东西的存在 就能一目了人地明确 哪些能力为辅出型 哪些能力为输出型 哦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这里所说的是 能力并非角色 毕竟像比斯基那种名为辅助 实则输出的小家避遇 在恋人世界中 倒也并非一只独秀 所以类似于这种特定的存在 还是需要稍微强调一下 那截止到会场选举篇为止 出现的就有念能力的家伙们 加在一块不足百 而到了黑暗大陆篇 虽然这个篇章目前只有50多画 但是登场的人物 却能和之前的篇章人物的总和 有上一拼 并且念能力的规则 以及含金量 相较于之前的篇章 提升的不是一丁半点 在那之前 团长的能力规则的复杂程度 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但到了黑暗大陆篇 新角色念能力的规则更为复杂 更是目眩头晕 所以当你想要录附坚这个大坑 至少要将黑暗大陆篇读上两遍 其中一遍就是理解 那复杂的念能力规则 而故事还未到发展到 清朝出动的局面 所以这些直接或间接登场的角色 附坚并没有将所有人的能力 一一展示 为了方便理解 这次我们就以各方势力为单位 来依次介绍念能力 顺带也会说下角色当前的形式走向 哦 这里需要再补充一句 能力介绍的愿猛 说明这个角色 在后面起到的作用 但是像暴扣人那种名义上 存的七种复合型能力 实际上只给了两种的 那就说明他离领盒犯不远了 首先我们先从12只开始说起 目前12只展示过能力的有5人 依次为新加路的 子属库拉皮卡 害猪雷欧利 丑牛 身猴 以及原害猪的金 库拉皮卡和雷欧利 在这个视频里有详细的介绍 所以这里不再说过多的赘述 主要讲一下牛 猴 猪 丑牛 米赛 犯罪猎人 隶属情报班 他的能力名为密室审判 他可以通过向对方出示 三种颜色的卡片 来限制对方的行动 蓝色是让对方上庭 黄色是束缚对方 红色则是可以让对方离席 米赛曾对 扩拉皮卡的部下施展过这个能力 其中用的就是黄色卡片束缚对方 从谈话中可得知 这个束缚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能够自行解除 但如果米赛愿意的话 则是能将目标一直拘禁 而上庭和离奇 似乎是可以将目标送入某个 由法庭组成的空间之内 某个宣判 但就是不知是将意识送入 还是将整个人进行传送 这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家伙 他对扩拉皮卡的帮助颇多 虽然一开始用火红眼的情报 利欧扩拉皮卡 导致其不得不趟禁城战这趟浑水 但在接触中 他却渐渐将扩拉皮卡当作可以信任的伙伴 由于目前BW号上 频繁出现杀人事件 他也为此出出调查 并在会议上提出了 关于寄生战令人震惊的假设 他确定一旦死去的人数达到某个临界点 那么整艘船就会沉没 山猴赛优 赏气猎人 隶属防卫班 他的能力是能操纵三只念兽 分别叫做不看猴 不听猴以及不语猴 三只念兽对敌人的攻击一旦成功 就能夺走对方的视觉 听觉和语言的能力 通常情况下 正常人如果被夺取了 短时间之内可能无法发动念能力 更加无法维持 之后他便可以用那根颅异棒 痛打落水狗 这个能力听上去 对于强化系念能力者似乎没有影响 但是一旦中招 即便是强化系念能力者 也会被其影响器的流向 这个家伙是比扬德的内奸 在12只的会议上 人人为了自证清白 获得彼此的信任 则是说出了各自的能力 夸拉皮卡撤出 其在能力方面的叙述 确实没有说谎 但是否其会有隐藏能力 却不得而知 按照老贼长久以来的创作尿性 大概会给他隐藏一手 毕竟这个家伙的形象 就是由我天朝孙大圣而来 虽说被附件安排成了一个二五仔 但这个家伙应该不会仅仅只有这一项能力 操控念兽大多都是放出戏 而高手则对于旁边两个副戏别 也能够运用自卢 所以那根颅异棒很有可能还隐藏到某种特别的能力 目前夸拉皮卡给出的计策就是不要打草惊蛇 等到即将抵达黑暗大陆之际 再将其直接逮捕 钱害猪 金 小杰用了时长两年半才找到的老爸 他似乎可以学习他人的招式 在与帕里斯通共同抵抗突然出现的佣兵时 他吃软了雷欧利的念能力 依然隔山打牛 令帕里斯通看后也是十分吃惊 事后他更是谨慎地表示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奇目无误开 而金的回答则是略带凡尔赛 面对帕里斯通这样的老狐狸 金也许说的是事实 但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帕里斯通 说明依旧存在的老爸所想的这种可能性 而在与帕里斯通的结专会面时 他也成火爆的使徒一技重拳 与他对立之人则明显感受到了 如同光头脑一般的杀气 但是当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毫发无伤 也就是说这个招式类似于幻术 而与幻术脚的相似效果的念能力 大多都是操作系的一种 在加入帕里斯通斜转一个月后 他也曾秀过一个不知名的念 和当初比斯基叫到小杰时的情景如书一辙 目前老贼并未给金明确的念系属性 也就是说金现在处在一个薛定恶的状态 只要老贼不捅破那层窗户之人 那么金在日后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而非拒擒杀 那目前12只其他人的能力并没有展现 不过从丑牛和身猴这种三能力复合型的划分来看 至少应该还会有两人与他们的形式相似 因为这样不仅能显得能力多变有趣 附近也不会在这方面消耗过多的脑细胞 至于某兔和有机这种 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定性为辅助型念能力者 或是协助型念能力者 类似于旋律就是纯辅助型角色 虽不注重杀伤力 但是控制敌人十几秒的能力依旧不容小觑 而协助型能力者就是滋魄念这种 他虽然可以变成各种机车或飞行器的模样 但是自己却不能操纵 必须依靠他人的念能力才能够行使 所以在使用念能力时还是比较被动的 引火和卫阳曾被西索高看 并给出过极高的评价 尤其是这头大飞扬 西索对他的评价可是仅次于一路女的存在 当然还有仅次于会长的男人 陈龙波多派 所以三星恋人的他 是名声与实力最接近会长的男人 他的念能力很有可能会与会长 精通于一点输出的高强形相近 目前他与丑牛米赛 共同调查BW号的杀人事件 他希望能将船上的事件彻底调查 平息干戈 接下来讲一下佣兵团和老怕的邪传 佣兵团属于比扬德 刚一见面就已经起了冲突 三个佣兵徒手具现化了触碰枪 发射出的念弹瞬间就将一堵墙崩到支里破碎 但其实这个能力并非出自三个佣兵 而是来自这个像火箭一样的家伙 他名为高莱姆 身兼多职 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将念武器和念弹分发给军队 作为相互型的念能力者 他能够具现化出潜有力的火箭炮 并可以搭载作为炮弹的放出系念能力者 在相互的配合之下 其发出的攻击的威力只比艺人要强大得多 佣兵领队 妙骇鲁 念能力暂时不强 不过其形象倒给了一种 他是玩军刀的既视感 他本来是想通过恋人考试 混进恋人协会执行任务 但被库拉卡通过能力揪除取消了资格 目前只能打道回府 听后调遣 然后是老怕的鞋砖 这里面同样也是藏龙卧虎 每个角色在辨识度上和形象上都做了戏话 并且从金的评价上也能感受到 这些人都绝非善类 虽然由于剧情的关系还没有使出念能力 但是未来可期 顺便说一下 这个小家伙的特性有点像乔巴 扬德·尼特罗会长的亲儿子 他千方百计想要进入黑暗大陆 目前被恋人协会监视 没有给他展现念能力的机会 在十二支招心以及卡金帝国加入威武之后 全支恋人进入黑暗大陆航线 而库拉皮卡也召集了几个同伴 来帮助其完成夺回火红眼的任务 旋力八角比斯基 这三个曾经也在这个视频里有介绍 新加路的则是有库拉皮卡的老师 伊斯纳比以及伴藏 身为忍者的伴藏在没有念能力的时候 就具备十分出色的体能和忍术 学会念之后 他可以用念力具现化出一个具有实体的分身 失术之时 身体会进入沉睡状态 在分身消退之后 他的意识会自动回到主体之上 伴藏曾用此术 为十二王子报仇而杀死了一个刺客 不过代价 就是要为比斯基献上一套豪华保养礼盒 目前万丈只展现了这一样能力 相信作为忍者的他 在日后肯定会开发出更多念力与忍术结合的能力 据卡金帝国古代文书上记载 初代国王在重读上得到灵感 具现化出了这个形态十分怪异的湖 而继承战也是基于这个湖 在国王的继承人们 向湖里滴露自己的血液之后 其就会被湖受于某种能力 运出属于自己的守护灵兽 守护灵兽会根据宿主的资质成形 由于守护灵兽是由祈愿后世繁荣之人 所遗留下来的强大意念所产生的念兽 所以在本质上也是属于死后念的一种 不过具有自主意识的他似乎更为强大多变 且不可预测 他依附在和死者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身上 并以宿主的念为食粮 形象能力也都受宿主的影响而产生变化 但由于它并不是宿主自主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不会按照宿主的意志而行动 但是却会受宿主的情绪和心理影响 而类似于这种情况的念兽 一般都会被恋人称作寄生型念兽 守护灵兽之间不会死相产杀 其次不会攻击灵兽依附的人类 只不过如果要维持这种普通人 看不到的寄生型念兽的话 就会需要十分强大的念力 而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就有可能会出现制约与使约 其中应该遵循的某种 极为苛刻的条件 但目前为止 要令人在意的是卡金国王 所准备的十三口棺材 很有可能就是条件之一 这点附近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不过一旦被提及 很有可能会出现某个巨大的危剧转据 目前十四个王子都已经接受了 湖中卵仪式 不过第十四王子瓦布尔 不知是因为太过幼小 还是老贼刻意掩藏 暂时还没有显出其能兽 现在他一直被复拉皮卡保护 受精神环境和情绪的影响 十四王子的念兽同样未来可期 第十三王子马拉扬 他的守护灵兽是一条恐龙 起初这个东西能在半空中优雅的翱翔 不过由于第十二王子被人杀害 只会影响了他的情绪 从而也间接加速了其守护灵兽的变化 使他变得更为凶猛 越发巨大 并唤醒了他的空间封锁能力 上古娘娘比斯基见多识广 给出了空间能力的详解 因念能力作祟而被困在其他空间时 与现实世界的空间分界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无法自由出路 第二可以自由出路 第三只能单向通行 在外观并未出现变化的情况之下 通常都会按第三种情况来处理 而且一般都会在全身通过边界的瞬间 进行空间分界 目前第十三王子的情绪已经被比斯基安抚 后续是否会有其他的大动作 也只能静观其变 第十二王子穆穆泽 他是第一个被拿了衣血的人 也是第一个守护灵兽 自主导弹的人 其外表文静沉稳 但内心则向往的自由 他的守护灵兽大仓鼠 似乎从宿主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 所以一开始便开始导弹 泛滥重灾 其守护灵兽属于操作系 他需要与有空的关键词来发动 一旦对方回答便能控制他 连萨伊尔德就曾被此灵兽搞得神志不清 举刃相向自家人 最后被扩拉皮卡制服才探出真相 第十一王子福盖茨 他在某次觉醒的空间转移了能力 并在不断的测试中令他了解了大致的规则 他可以开启出发之门 并且只有他才能够开放 当抵达目的地之后 返回之门就会出现 不过这个返回之门只有第十王子卡卓 才能够开启 而只要将出发之门关闭 就可以从返回之门再前往其他的地方 福盖茨乘用此处前往过BW号的第三城 这领米赛吃惊不已 同时也令其他王子的手下了解到了这则信息 尤其是第一王子的手下 似乎即将对他出手 福盖茨的灵兽比较特殊 为虫动状灵兽 他与第十王子卡卓的灵兽 都是互相协助型 其能力名为秘密之门 却有空间移动的能力 而第十王子卡卓的灵兽 则是没有形态的无形之状 能力名为二人共生 当两个人之中有某方死去时 他将变成死者的样子 会继续守护在活的一方 直至死去为止 卡卓的结局十分悲剧 他本以为能和妹妹逃离继城战 却因湖中卵仪式的制约与失约 导致他们根本无法离开船 而他的死亡也证明了继承战的残酷 陷落到继承战中的人们 没人可以逃离 而王子们要么战死沙场 要么杀掉其他王子 成为继承战最后的王者 第九王子哈尔 其守护灵兽在气质上 具备的王者之风 在接受了湖中卵仪式之后 他的手上显现出了羽毛的印记 对此他并不知晓 自己已经获得了某种能力 由于哈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所以一直都拒绝参加继承战 他本想用自己的方式将其终结 但却因事负失败和自杀未遂 被老父亲一通教育骨骼 最终导致其彻底黑化 其守护灵兽也在他的意志之下 变得更为强大 于是他的能力开始觉醒 他的能力为强化系互相协助性能力 其中心的陈子也会在手上 浮现出羽毛的刻印 在他身边聚集的羽毛刻印持有者越多 他们每个人发挥术的潜力也就越强 即便当个个体的念量并不出众 但是只要围绕在哈尔身边 就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而守护灵兽还给了他一项能力 他可以聚集陈子们的气 化为强力无比的铠甲与利剑贯穿敌人 而他自身的气则会变成功能 并将意志灌入剑中 这根剑能够贯穿敌人的任何防御 并将敌人的意志从他的身体中剥离 当贯穿目标之时 几方某位同志的灵魂 会转移到目标身上 并将其肉身完全支配 但是目标的意志和灵魂 目前无法确认其状态 所以可能会产生以下四种可能 第一 复身后目标的意志会直接消亡 第二是两人互换身体 第三者是两人的灵魂和意志共存 第四者是会被转移到某处 目前哈尔对于这种能力 还处在摸索阶段 不过由于他念的觉醒 则令第一王子等人感受到了 其所未有的危机 眼下哈尔则成为了 继承战中最有威胁的男人 第八王子 萨列萨雷 他对于继承战毫无兴趣 相比于权力的争夺 他更喜欢活在万花虫中 对于他来说 这才是帝王该拥有的待遇 其荒淫无度 夜夜升歌 因此其守护灵兽 在外形方面也极具贪婪和猥琐 其守护灵兽的能力为操作系 虽然强制力较弱 但是能控制的人数却很多 其可以不间断的吐出白色烟雾 被人吸露后 可以提高对第八王子的好感度 而王子的兴奋程度 决定了烟雾的量以及影响范围 平均下来在半径7米左右 而当信奉者吸露了一定量的白烟之后 他们的头顶会产生守护灵兽的分身 这些人与其他人共度一段时间之后 又会在别人身上产生更多的分身 而这些信奉者在不知不觉间 便会彻底沦为第八王子的细菌携带值 对第八王子好感度越高的人 出现分身的时间就会越短 好感度较低的人 则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 而如果给第八王子的守护灵兽足够多的时间 利用烟雾 他很有可能将所有人慢慢谈话 一旦成功 就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率 届时甚至很有可能制造出 这个世界最为团结的独裁国家 不过最后他被第一王子的护卫兵利涵 以一帮人捕捉 因守护灵兽消失 他最后则是惨死在了自己最心爱的大床之上 第七王子鲁兹鲁斯 这个家伙超级喜欢嗑药 其守护灵兽就有具现化性能力 他可以将目标的欲望予以具现化 并布下陷阱 一旦对方中招得到满足 能力就会发动 不过这里附近并没有说明发动之后会出现的效果 其看起来似乎和芭蕉很是投缘 能力上也有点相近 两人彼此都很对对方的胃口 所以未来他很有可能帮助库拉皮卡 顺带一提 第三场的黑帮势力加下加逐 正是他背后的扶植的势力 第六王子泰森 其守护灵兽拥有的是放出戏能力 能力名为扩散收集 所有受到六王子分发叫点的人 都会被独眼蝌蚪附身 独眼蝌蚪会对宿主体内气进行收集 同时赐予宿主幸福 其幸福程度与其对叫点的熟悉程度成正比 而一旦宿主触碰到了叫点中唯一的禁忌 那么就会受到压力的惩罚 其能力和第八王子相类似 也是能够增加信奉者对其的好感度 此能力特别利于传销 第五王子慈悲怕 守护灵兽拥有变化性能力 其念能力是需要拥有共同研究者才能发动的共存型能力 与第十和第十一王子类似 该灵兽可以在自己体内生成具有各种能力的药物 目前他暂不清楚自己灵兽的发动条件 眼下他又与库拉皮卡合作 并通过细微的推理 推测出第八王子已经被人害死 第四王子切里多尼西 变态中的变态 其守护灵兽也同他一样是个极为异类的存在 特质系就有人头马身 张开血盆大口之后 还会有一张少女热眼显现而出 这种套娃般的设计很符合附件的恶趣味 第四王子的守护灵兽可以看穿人心 对有害于宿主周遭的一切因素都会进行排斥 目标第一次撒谎时 他会留下伤口作为标记 第二次撒谎时 他会用言语和烙印再次进行警告 而鲁果当目标再次违反之时 就有可能被其变为非人之物 对他来说背叛者越多 到最后越有可能接得更多的非人之物 届时第四王子的阵营也会越发之大 这个灵兽的能力是猎奇与霸道的完美结合 如此强大的灵兽已经令人感到叹为观止 但附件似乎对于第四王子的阵营有了诸多偏爱 不仅让他拥有强大的守护灵兽 而且还令其具备了深不见底的天赋能力 在得知念的秘密之后 其主动要求开始学习 并在此修炼了四大型的觉之后 无意之中竟觉醒了自己独有的特殊能力 要知道当年小杰奇亚在比斯基的训练之下 用了非常之久才开发出属于自己的独有技能 反观第四王子在轻描淡写之下就完成了质的突破 当他闭上眼睛发动觉知时 就会进入欲知梦 凭借一刹那的十秒 他又能做到领先世界十秒钟 在一刹那十秒结束之后 如果继续保持住闭眼觉的状态 他的视角会从第一视角转为上帝视角 其可以不受任何影响 看着十秒钟后的未来 并且可以用身体告知 在十秒前已经预见过的现实 就宛如平行世界一般 而他就算在这十秒之内 做出不同于欲知梦的行动 在现实世界其他人的眼中 他的行动仍旧和欲知梦之中的相同 并且这个能力可以连续使用 而当四王子能够随心处立驾驭绝的境界 那么他将称霸这场继承战 甚至整个世界 到这里我也不得不感叹一句 父亲赏饭吃 老天都拿他没办法 而这里顺便再提一嘴 今天之前那个招数 与四王子的能力 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万人眼中看起来可以是幻术 但同样也可以是已经发生过的平行世界 只将对方的意识 重新拉回到了主宇宙中来 那这部分就看父亲最后如何编排了 第三王子 乔莱 其守护灵兽外形如同银行的金库门 每隔一天零售就会突出一枚不存在于现实造型中的硬币 并且硬币的数字在不断增加中 目前硬币并没有显现出能力 因此其手下推测 硬币可能会在满足某种条件的情况下 作与媒介出发 从而产生某种超自然现象 对于零售能力没有显现 乔莱也是感到一丝困惑 目前他正在与库拉皮卡合作 希望能够更加了解念 即看起来是一个谨慎且城府极深之人 这个硬币一样的东西在后面很有可能也会具备传播属性 届时一定会迎来第三王子的高光时刻 第二王子卡米拉 其为人狠辣无比 且做事十分极端 他的守护灵兽被操作戏 一旦满足某项条件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操控他人 按照湖中卵一世的特性 守护灵兽往往是根据宿主的资质成型 但如此狠辣的卡米拉 为何灵兽看起来却没有令人感到有一丝危险的气息 这就比较诡异了 而这里附近对一射东西的交代 也仅仅停留在操作戏 不过却是强制性的 也许后期灵兽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宿主的树定 让其获得帝皇应该拥有的资质 不过目前卡米拉似乎对这个守护灵兽并不太待见 原来是他自身就具备念能力 在他被人杀死之时 被动技能百万轮回猫便会发动 这时他可以幻化出一头迎击型灵兽 轮回猫利用攻击者的生命可以让宿主死而复生 而在死后念的加持之下 卡米拉的念能力就如同超级赛亚人一样 会变得一次比一次强大 至于他的守护灵兽 他现在还没有正眼瞅过一次 也许相比于操作别人 可能撕裂某人更符合他的胃口 虽然他的单体输出十分强横 不过受继承战规则所限 王子们不可自相残杀 某种程度上他也算是被关进了小黑屋 第一王子本杰明 其守护灵兽拥有着恶魔一般的形态 似乎附近在外形上 想要传达给读者某种信息 预示着这个家伙会是最难缠的献祭之人 其守护灵兽目前能力系别信息全无 但对本杰明来说 即便没有守护灵兽 他也有足够的自信成为继承战的最后王子 原因是他也拥有念能力 并且其能力也十分的bug 其能力名为继承繁星之人 在发誓效忠自己的念能力者死后 他可以完整继承对方的能力 不过要完成继承能力 这是需要一个苛刻的制约 只有毕业于卡金王国军校 并隶属于本杰明私设兵团的人 才具有出让自身能力的资格 目前来说 第一王子在这场继承战中有着绝对的优势 这不单单是其私设兵团念能力者众多的缘故 而且还因为有着卡金帝国历代的王族规则 第一王子母亲所属兵 他可以派出所属兵来监视所有下位王子 同理第二王子的母亲则除了他在上级的第一王子不可监视之外 也可以像上面那样无法炮制 其余的王妃所属兵依此类推 这个是明面上被允许的规则 可以说是战舰的先机 而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个规则的存在 才让本杰明成为这次继承战中最强有力的争夺者 因为在情报方面 他会是永远得到第一手训线的人 但是 在夸拉皮卡介入之后 这个局面被打破 并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夸拉皮卡以提供信息和教授念能力为前提 来牵制实力寻厚的那几位王子 虽然这代第一王子看来只是严毁了他们的死亡时间 赶了颇为不满 但是他仍旧胜券在握 而中体原因就是他的私设兵团 兵团内的合金人员 其能力和心计都属业界顶尖 而其中老贼刻画的这个家伙 刚是给所有猎人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力含 这个凭借一己之力令无数蒙心气坑的男人 拥有着猎人世界中最客观的分析能力 他的念能力名为一帮人 发动之后便可以在私数者体内培育一帮人 并学要对目标进行状态及能力的分析 理解的越正确 那么越容易培育出凌驾于目标能力之上的天敌 其威力完全取决于私数者在目标能力未知的状态下去预测的准确度 这对于私数者的经验观察以及分析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好在这个家伙并不是第一次做这件事 在要捕获第八王子的守护灵兽之时 其淡然自助了施展念能力将一帮人放出 干净利索了一口就将守护灵兽当作点心吞进了肚子里 不过在一帮人捕获完成之际 他在48小时之内无法使用任何念能力 只剩下了体数防身 父亲在这里给了他大量的内心性 由此也可得知一帮人看似伐格 实则却有着弱点 按照利涵的自数来说 其能力就如同是一把打不中的枪 虽然他很想用一帮人将一切的元凶库拉皮卡铲除 但是因为库拉皮卡是一个复合型能力者 能力太多 他根本无法做出准确的分析 如果强行去做 极有可能令自己泄露到危险之中 目前他的想法是要将枪口对准第九王子哈尔 虽然同样很有风险 但是一旦将其铲除 局势就会彻底拼向第一王子 这里还有一点比较值得一提 在这个形态下的一帮人 附近似乎借鉴了这部电影里的怪兽 我这里放一张对比图 大家来感受一下 从小图来看的话十分的相似 不过放大了之后 还是能看到一些细节上的不同 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评价 只希望棒子们千万不要发现这点 第一王子的司射兵团 还有以下几人也都展示了各自的念能力 分别是出现在第364话的文森克 且能够使出虚空拳 但中途却被库拉皮卡强行打断施法 第366话出现了木色 其能力名为后窗之鸟 可以操纵三种念兽进行情报战 目前只出现了猫头鹰形态的念兽 其在接触过目标之后 将会触发只有师数者本人 才能看到的猫头鹰 猫头鹰会以心灵感应的方式 将目标的一切行为举止 告知师数者 还有第382话出现的西卡库 能力名为游戏王 其为操作性能力者 只不过就在他刚刚印出卡牌之际 就被第九王子攻击一箭穿凶 并被其手下占据了肉身 成为了哈尔实验能力的第一个牺牲品 不过由于西卡库能力的缘故 似乎并未完全被其夺舍 而目前以上三人的能力 已经被第一王子完整继承 第381话出现的五小黑 其念能力是可以控制 类似蚊子一样的虫射球 面对普通人 他可以令虫射球一直潜伏在其身边 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杀死目标 而第八王子就是被其这样暗杀的 不过如果目标是念能力者 这很有可能就会被其察觉 因为这东西发出的声音会被念能力者听到 一再被目标发现 或是离开五小黑超过20迷远时 能力就会被强制解除 并且无法再对目标生效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 这东西却可以当作判别目标 是否为念能力者的简易装置来使用 目前第一王子四射兵 只有这几位展示过自己的能力 而相比于第一王子四射兵能力的多样性 第二王子四射兵的能力却很是简单粗暴 他培育了一只诅咒暗杀小队 每个队员都会负责诅咒对应的王子 他们随身携带目标人物的姓名 照片 物品进行诅咒 持续时间越长 距离目标越近 诅咒的威力也就越大 世俗者死后能力随即发动 而最理想的情况便是在目标人物面前自杀身亡 这种极限一换一的行为 被二王子的兵队长会视作一种报恩 因为二王子给了这些人生存的意义和处在的价值 而在其撕射兵团里 还有着恋人世界中极为罕见的存在 楚念师 他主要预防二王子是否会被人用同种手法偷袭 毕竟任何人都会忌惮 屠龙者终有一天被人屠戮的命令 那以上便是第一王子和第二王子撕射兵团了 已经登场的念能力者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爱依依家族 这个家族在新的篇章中可被出尽风头 老贼目前有很多笔墨都在对其着重刻画 其主掌名为墨连纳 是卡金国王的私生女 其拥有的能力名为恋爱练习曲 通过其唾液可以增值发病人 在发病人杀人之后就可以提升等级 增加气的总量和威力 一级为普通人 十级为能力者 当等级超过二十级时 就可以发现独特的能力 而等级达到一百级时 该发病人也可以成为零号患者 能够形成独自的感染集团 通过这段描述能推测出 莫连纳应该不是最原始的感染者 他也是通过以上的方式层层突破 才达到了现在的一百级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感染集团 那么最初将这种病毒 传染给他的人是谁呢 传染给他的人会是原始感染者吗 如果不是 那这个原始感染者 会追溯到猎人的上古时代吗 莫连纳对世界的失望与仇恨 又是否与此有关 那想必老贼的挖坑 肯定不会随着自己出竿 而有所收敛的 眼下莫连纳已经将 22名手下全部感染 而最先突破障壁的 就是已经达到21级的成员 鲁伊尼 他拥有穿越空间的能力 不过却需要去备以下条件 空间之内只能有一扇门 周围的墙径必须全部封锁 在这样类似于 杀人密室的空间之内 他便可以发动能力 一旦发动 就能通过该房间的墙壁 或者地板 前往其他地方 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 回到之前的单间 但如果空间的门被人打开 以至于他的密室状态被打破 能力就会被瞬间重置 而且永远无法再次 在同一空间内发动能力 在附件的最新引化中 鲁伊尼因为挑衅旅团 被信成一刀断手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始终有点不太理解 一个明明可以搞偷袭的技能 却非要捉死正面一刚 姑且不论能不能偷袭成功 但这种降制的行为 属之可歌可期 但后面我稍作思考之后 则对此做了一个假设 有没有可能他的死 是附件为了能让继承站 能够惨烈进行的一手暗箱操作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是鲁伊尼曾表示 他的能力很有可能会在 位于船外的目的地之间进行来往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 那么船上的人也并非没有逃离厄运的可能 不过这显然与之前丑农迷赛所说的 继承站的制约被盗而驰 所以我觉得附件很有可能 为了防范产生悖论 只要派信成大手一挥 将其毁尸灭迹 不过着实就是有点白瞎了这个技能 并且这么猛的死法 似乎显得有点不太体面 帕德游 升至29级的患者 能力名为凶器的错乱 其右手可以变成各种作案工具 曾想要偷袭黑帮二当家亨利奇 却被其以具现化成鸽子的手铐封锁行动 在亨利奇的压制 其最终死在了自己的能力之下 与帕德游一起行动的还有另外两人 分别升至了24级和22级 但在见识到了亨利奇碾压式的压制后 则是决定先行撤退 目前AE家族的所有人 都已升至到了能够使用链的程度 而里面等级最高的选侠 则被莫连纳为以重任 还建议提出新的处理厂 优先提升武士技上 眼下AE家族的成员虽然能够施展念 但似乎能打的并不多 几乎都是移动经验库 下面介绍的是 西欧家族展述过能力的成员 扎克洛 操作性能力者 能力名为雪雪的世界 他可以随心所虑操纵自己的血液 依靠血液变换成各种形态 束缚敌人或是斩杀敌人 都变得轻而易举 而且还能够放出血液当作侦察兵 在最新话中 其遇到了西索 两人级别差距实在太大 难得的是西索并没有对其痛下杀手 林奇 放出戏能力者 能力名为身体什么都知道 其只要对木妖提问并进行欧拉之后 就能听取到想要的情报 这个琴声只有林奇本人才能够听到 在最新话中 投铁的他直接硬碰西索 其雕却被西索一招降服 也许这个投铁的行为 令西索想起了小节 所以同样也没有让其去顶盒饭 亨利奇 具现化系能力者 能力名为把菜养捧在手心 其能够将接触过的机械和武器 变成生物进行操纵 同时仍保有物体原本的功能 这个能力具备很强的策略性 作为西乌乌家族的二等家 其战斗力看似不弱 但我想头脑战应该才是他最拿手的 在西索化中 他与西索进行交涉 希望其能出手对付RAE家族 其坦率的回答和态度 令西索对其颇有好感 出漏贼目前对亨利奇的刻画来看 不为不抗的表现 也展现了其独有的人格魅力 想必后面应该也会有了很大的戏分 米莎 念能力名为僵尸女孩 这个能力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发动 她是西乌乌家族尸体处理小组的一员 她会操控尸体 但普通人以肉眼根本不法察觉出她的存在 在帕德尤被亨利奇杀死之后 为了掩人耳目 米莎出动 附身带了她的身上 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尸体进行了处理 多数的沉默者 这是目前为止一直无人认领的邪门能力 首先施术者会制造出一个作夫童子 只有施术者本人和被附身的人才能够看得到 在这期间 作夫童子如果没有杀死任何人 就会被强制解除 而施术者本身也会遭到反噬 此能力与咒唇白蛇相互配合 在偷袭成功之后 白蛇会瞬间吸食暗杀目标的血液 一条白蛇吸干一个人的血需要44秒 而四条一起上只要11秒就能将目标彻底吸成人杆 爆发力极强 即便在眼皮的底下杀人 众人也毫无办法 目前也有数人惨召此能力的迫害 只剑能力无见其人 扩拉批发也是束手不测 只能站起加强戒备 那虽然这个能力暂时无人认领 但是从其所谓的主咒方式来看 其最有可能是来自第二王子的撕射兵团 毕竟只要在那一队里说事 开出什么主动能力的盲盒似乎都在情理之中 比尔 前换系念能力者 目前没有展示出自己独有的技能 萨叶尔德 放出系能力者 能力名为后窗 既可以用球状念 捕捉实际存在的小动物 并加以操纵 此能力曾被库拉批卡拿来当作药引子 令奥伊特王妃觉醒的念能力 还有一些口述能力者 只在他人的直言片语中出现 比如在361话 比尔口中的卡团 其微具现化系 能够变成车或者船 如果有实用性来评判的话 其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豪华版的自困人 杀死十二王子的刺客 其能力名为优体脱离 与半荡的分身技能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不同的是 他的能力适用范围相对较小 其之后被半葬套化 被替十二王子报仇 半葬将其活活勒死 最后一个则是协会内一笔而过的角色 这位小姐姐拥有传输类的能力 不过她的能力并不能够瞬间传输 而且装载也相对薄弱 属于低配版的诺布 其余的还有被库拉皮卡强行觉醒念的一众人等 而想必在不久之后 库拉皮卡的速成版里 一定会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念能力 就是不知道那时候老贼的肝还够不够用的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新设定 属性元 众所周知啊 富丁不仅是一个雀马小能手 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游戏爱好者 属性元的设定与游戏里的提升修炼机制 可谓异曲同工 何谓属性元 属性元就是描述念能力者修炼等级的图谱 从内之外分别对应了 极、天赋、秀和优 等级越接近原心 一个人念能力的修炼度就越高 这些评级是根据自然的学习速度 身体和精神能力等综合因素来评价的 并不代表能力的强弱 假如一个目前被评为天赋的念能力者 由于缺乏训练等原因 是很快会下降到秀或者优的等级 极表明了一个人 他目前所能掌握的自身最高技能的水平 所以这里 傅天赋特意强调了 这并不是指先天的天赋值 而是修炼度 而一个念能力者是否能达到极 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运气和环境 这里我举一个吹气球的例子 来帮助大家理解 你吹气球大小程度 完全取决于你当天的体力状态和肺活量 而且从皮套变成气球的这个大小的数值 则会存在一个区间值 甚至就是你所能催出的最大气球和最小气球体积的数值 这个区间数值就是属性源对应的等级 再来进一步理解一下 老贼所说的能否到达体力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我们还来拿吹气球举例 比如说你一直处在细的趋筋 此后你每天夜以继日不断训练吹气球 体力肺活量以及腮帮子上的肌肉都在不断增加 然后你在某一天为自己做了个测试 对比了以前的记录 结果惊奇的发现 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能将气球吹得跟篮球一样大了 新的记录刷新了你之前的数值 而新的区间数字也就此诞生 并进入了天赋的阶段 所以老贼说的这个修炼貌似与健身还是蛮像的 当然这里还会有人会对小麦有些质疑 因为附坚给他放在了强化系上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强化系的描述 强化纪念能力者大多数比较单纯 几乎没有花里火哨的招数 这一类的能力者可以强化自身或是强化物体 还有个别的拥有自我治愈的能力 从小麦与以王的对异中可知 它是非常符合强化系自身效果的这一秒数的 因为小麦有了强大的精神力和专注力 我曾在这个视频里也有详细讲过这点 所以小麦为强化系还是挺符合设定的 而在看到小麦与窩金都为天赋等级时 同样还是会有人感到疑惑 窩金和小麦怎么能够画上等号 注意这点 这张图代表的是修炼度 并不是能力强弱的划分 而能力其实也只是念的一种呈现形式 每个人的呈现形式都不同 其实就这点来说 在小麦与以王对异齐举的时候 就已经借由以王说明了这点 小麦的强大与以王的强大 虽在常人眼中无法对比 但以王自身却很清楚两者的殊途同归 所以才会在看透了小麦的本质后 表达了强者的敬意 我想那个时候 附近很有可能就已经想到过这点了 不过附近并没有将这个设定彻底打成死结 而是对其还留有余地 那除了属性元的概念还有中间点 虽然每个人从一出生 就决定了一生只能拥有一种系统 但是部分有才能的能力者 会处在两个系统的正中间 这里的有才能只能解释为是 附近少半吃 同样也可以看出是天生的 这类人能够高效地掌握两种不同系统的能力 而这类能力者想要到达极 需要在一定时间内 连续地进行两个系统的训练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也可以通过只训练天生的系统来训练 同样也能很容易掌握天生系统的能力 其实就附近这段设定来说 位于中间的能力者 似乎有不同于属性元中的人 他们想要到达极 有两种路线可以选择 第一种与属性元内的人一样 通过高效地训练天生的系统 是有可能到达极的 第二种就是双修 即同时修炼两个属性 修炼期间可能会困难重重 但产生的收益肯定远超想象 不过就这点来讲 负典只停留在了 其能达到极的程度 那到底是区别于极的存在 还是比极更高的存在 暂时没有强缩 目前比较符合这种说法的 只有库拉皮卡 在制约、石约和火工眼的加持之下 库拉皮卡的表现是最符合的 不过这算是一种走极端的方式 仅仅只依靠后天训练 而没有其他机缘的话 是很难达成的 但负典也早就提前说明了这点 虽然达到极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如环境和运气 如果你要问具体还有哪些 那最终的解释权在负典那里 最后再强调一下这点 这张图并不是表现能力强弱的等级图 倘若用这张图来做战斗力排行的话 属实会和负典的理念大相径庭 这只是一个能力者在系统修炼度的图谱 但确实会令一部分人看后 产生类似的想法 当然也不排除负典有钓鱼的嫌疑 毕竟 为什么旅团大部分人都上图了 而我大法佬却只字未提 难道我的修炼程度还不如那个半径 只有四米的血肠型能力者吗 那虽然这期间产生了很多十分鸡肋的争论 但也不得不承认 这张图确实能让恋人一直保持升温的态势 合体性或许会有烧血的容错 但卢狗附坚就是想要达到这样的预期效果的话 那我只能说他似乎也已经进化成为了一个玩营销的高手 在这次新的设定中 还有八个角色十分的具有争议 分别是处在强化线的伊卡鲁哥 变化线的油皮 半葬 最强化线的拿库鲁 放出去的杰诺西巴诺布以王 这里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伊卡鲁哥新设定出现之前的戏别为操作戏 他的能力名为与尸体游戏的孩子 我当时在那个视频参考了官方以前的设定 虽然当时我觉得 其能力强度和实用性 即便规划到特质戏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毕竟操作戏和具现化戏 在后期突变为特质戏的情况是存在的 不过新设定却将其放在了强化戏上 还记得我刚刚说过的强化戏的描述吧 在伊卡鲁哥出现过的剧情中 比较符合强化戏能力出现的场合 就是他与奇亚和威尔芬斗志的情节中有过展现 但是当时 其并没有被赋予类似强化戏能力的名称 按道老贼以往的尿性 并且排除华士斗郎这种错误个别的案例 以正常逻辑来看 是否会将一个强化戏能力者 隔开一个级别来专门塑造一个操作戏能力呢 在选举片之前 似乎也只有华士斗郎干过这事 而他也言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伊卡鲁哥并不是错误的案例 相反 蚂蚁们通过比多审讯出来的念情报 则是可以完全正确且高效地学习理解念 这里再来看一看伊卡鲁哥的能力 与尸体游戏的孩子 这个名称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一个操作戏能力 如果你觉得这很正常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强化戏能力的名称 都有哪些 小杰的猜猜拳 会长的百事观音 窝金的超破坏拳 芬克斯的回天 这些名称听起来 哪个与强化戏能力存在很大的违和感呢 看起来都非常的符合 即便是拥有水晶探查能力的旁木 在后期 芬菅也复吏了他一个提升身体强度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强化戏念能力者 连一个符合强化戏招数的名称都没有的话 显然是不太符合 芬菅以前的风格 毕竟强化戏能力者 没有自身独有的强化戏技能 反倒是拥有一个格系别的操作戏能力 并且这个能力还很有排面 那么 按照当时这张设定的话 似乎就产生了贝勒 这里默认伊卡鲁格的能力为两个 分别为操作戏和强化戏 但是很显然 操作戏能力要强于强化戏能力 因为这个能力是堪比团长的存在 那如果说它是强化戏能力者 按照这个设定来看的话 隔开的戏别只能发挥60%而已 但它所谓的强化戏能力 也并没有令人感到有100%的发挥 所以这里我确实对伊卡鲁格的戏别 吃一个质疑的态度 再就是拿克鲁 它被定为了巨线化戏能力者 而之前的设定为放出戏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巨线化戏的描述 巨线化戏能力者一般都比较神经质 而且一板一二 是个不管多细微的事情 都不会放过的完美主义者 此级别可以将戏变为实体 很多巨线化戏能力者 会让巨线化后的物品拥有特殊能力 注意 这里的戏是变成实体 也就是真实的物体 这是普通人能够看见的 但是拿库鲁天上不知维吾毒损这个技能 所变化出的波克林 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只有能力者才能够看到 所以这里也产生了悖论 那么 是巨线化戏能力一开始设定了描述出错了 还是出版方又再次将附件的稿子篡改了呢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 之前的巨线化戏能力者 都有的怎样的能力 小迪的突厌鱼 库比的复制能力 凯特的疯狂小丑 库拉皮卡的五指锁链 斯珀宁的大和福子 欧勒邹兄妹的死亡游戏 甘肃的生命之音 音寿的便利大果金 这些全部都是能够被普通人看到的实体 即便是拖延鱼和疯狂小丑 这种具有灵智的能力 它也具备了实体化的特性 反观不可林 也只有头部一小部分 勉强可以称为实体 但变成讨在鬼之后 这彻底没有了这个特性 所以说 说它为念兽似乎更合理一些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尤比和伴藏 二人戏别在新设定中 被定为变化戏 这里还是按照惯例 来看一下变化戏的描述 变化戏能力者的特长 就是反复无常爱骗人 其主要能力是改变念的性质 只要念能力者所属着的某种物质的特性 融合到自己的念力之中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尤比在蚂蚁片中这段的表现 静静靠开 破壞と構築の同情 それを肉体で表現するのだ ユピーはまだ気づいていない なぜ相反する感情が同時に成り立つか そして己の現状に 怒りとは 怒りとは撒き散らすものではなく 何かに向けるものなのだ ここは何かに向けるのだ ここで皆さんは何かに向けるのだ 画面上給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他的身体強度 使肉羊可見的变得霸道 其整个形態也发生了很大的変化 ここでどうも見えられますか とてもとても合わせる強化性の描述 而跟変化性完全不挨边 但如果一定按照新的設定来看的话 也只有其被吞噬之后 有野王強化後的能力打出的一技衝擊波 比较符合 但野王在新設定中 已经被定为了是放出系念能力者 那如果这么看的话 这个技能应该是放出系的 不过要是当看性格来推道的话 似乎普通也很符合变化系的条件了 再来看一下伴藏 他一开始设定为具显化系 新設定则将天上的系别改为了变化系 这里很有可能是伏接码和炮 但至少还能圆得过去 因为伴藏刚好是处在变化系和具显化系中间点的能力者 他可以进行双揪 而具显中偶然出现的能力数字 还透露着伴藏肯定还拥有其他的能力 作为忍者 伴藏本身就能驾驭各种忍数 但远程攻击仅仅只是能飞镖的话 似乎观赏性还差了点 而变化系和放出系 是最容易出现各种光电效果技能的系别 所以将其放在灵系 确实能够自圆其说 那最后是系别中最有争议的一排人了 下来按照惯例来看一下放出系的描述 放出系能力者通常没有那一项形式草率 但非常的重感情 似乎在性格上这几人容错有点大呀 能力者发出的气在身体外仍可保持威力 并且可以发到远离身体的地方 他同样也可以作为一种将气射出去的攻击手段 射出去的气与使用者的馋的强度成正比 一旦熟练便可以发出如此弹般的攻击 气与季性化系一样 放出系能力者会让气具有很多特殊能力 此系别最常应用于制造念兽 在新设定中 截图和戏8被划分为了放出系 其实就这点的话还好 因为本身变化系和放出系技能 在打击方面的视觉效果上 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而两个人的攻击手段也比较符合放出系的说法 官方以前给的系别为变化系 这点我们也只好将其当作是出版社的作祟的 诺布 他从过去设定的巨线化系变为了放出系 虽然从附近最新计划来看 操纵空间能力似乎已经越来越往放出系靠拢 但诺布的四次元空间的确是具有实体的 也同样符合具现化系的描述 乱暗能钥匙的搭配则更加符合具现化系的条件 只能说把诺布放在放出系这个系别里 以过去的设定来看还是有一点争议的 不过诺布还有一招名为开窗者 他可以利用空间关闭的特性将敌人直接切割 这也倒是比较符合放出系的特性 只不过这是四次元空间的衍生招数 虽然存在争议 但把诺布归类到放出系倒也问题不大 那最后就是令很多很多人都质疑的蚁王了 新设定将其定为了放出系能力者 但从蚁王目前展示过的能力来看 其实更符合特质系 先来看一下特质系的描述吧 特质系能力者大多是恶人主义者 只有领袖一般的气质 特质系是一个无法归类于其他五种系别的稀有能力 很多案例是当时人有特殊血统 或处于特殊环境之下才会拥有此能力 要自主学成是非常困难的 而蚁王一开始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 不仅仅是他刚出生时所砸落的残暴 并且还有其十分霸道的能力 无论是重生前的蚁王还是重生后的蚁王 他都具有吞噬能力者并化为己用的能力 就这点来说五系之内 并没有一种系别有符合这种能力的系统 所以给他定性为特质系是比较说得通的 但如果按照附件最新的设定 一定要将蚁王视为放出系能力者的话 那么只有用下面这种情况来进行理解的 在被薔薇炸的四分五裂之后 由于他吃掉油皮捕腹的大半身体得以重生 这个时候的蚁王吞噬的能力也随之进化 他能够获得被吞噬者的能力 并对比之前加以更为恐怖的强化 注意看这里 蚁王放出的冲击波以及带有感知的光子 的确是符合放出系能力的条件 可前提是这是在吞噬了油皮捕腹之后才获得的能力 但为何他获得的变化系能力和操作系能力 说翻用出来的不是这两种能力的系别 而是突变成了放出系能力 那获得的能力是否还可以算作是天生的能力 而这天生的能力又是否可以再倒推其所属的天生系别为放出系 如果可以 那图谱上被定性为天生系别似乎就不太就有说服力了 显然在这里已经出现了悖论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为了证明蚁王真的是放出系 竟然还滋生了更为离谱的观点 因为蚁王曾在母体里品尝过鲍库尔 并且其实长得很像鲍库尔 那么蚁王就是暴酷尔的转生 所以蚁王就是放出系 只能说这种说法有些捕风捉影 毫无根据 如果强行去这样解释的话 只会令附近也感到些许的困惑和难堪 虽然我很想为附近的设定找出各种各样合理化的理由 但如果这么做就无异于饭圈行为 过于的神话反倒会令人感到些许的不真实 那目前来看存在的这些bug 应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进行自圆其说 毕竟想要读者买账 还是需要抛出一些主够令人信服的观点才行 那这期视频的观点肯定会令很多人接受不能 其实我也是如此 但我无法做到太过主观的将私人情感摄露 而去忽略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违背了我最开始喜欢猎人的初衷 在这样的挣扎之中 其实我也是纠结了很久 但是在我重复了那些刻骨铭心且深入骨髓的篇章之后 最终我还是跟自己达成了和解 那就是 我不会苟同那些过于神话的称赞 但我却接受附近略带瑕疵的完美 因为 这才是我们所熟知的 富奸易博 好的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这期视频干货颇多 有一些是我的一家之姐 对不对 大家自行评判就好 其实就设定途出来的那一刻 我似乎对这所谓的对错 也有了一种不同以往的释怀 我也不知道该说自己是成长了 还是已经看到了一切 对我来说 这同样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 好在猎人近期的表现依旧非常的精彩 附近的创作似乎也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是十分值得欣慰的 那这期视频的观点确实比较尖锐 所以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接受大家一切的骂街行为 好的 这就是我猎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与陪伴 有缘的话 我还会和大家继续相见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